大家好,今次這條影片就為大家介紹一下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的一個小攻略 一開始遊戲其實只有很少人物可以選擇 但是隨著大家不斷去對戰玩這個遊戲 會有挑戰者出現,玩家挑戰成功就會得到新的鬥士 總共有74個鬥士的遊戲其實都要等多久才可以集齊 所以今次有一個快點的方法來介紹給大家 首先我們在大亂鬥模式玩這個上規戰 在遊戲規則這裡我們要編輯一下 最主要我們就是要生命數到1 另外留意到樓上的規則,我們不可以選擇時間,我們會選擇生命數 就可以設定生命數 每次更改他都會叫你改名 然後隨便玩一個場,我覺得這個都可以 最快 我建議大家選擇你覺得最好用的角色,最容易挑戰成功的角色 我就試試玩卡比 電腦對手就沒什麼所謂了,隨便一個 因為進去之後我們要盡早結束這個賽事,所以即場要自殺 這個場真的快到無論,一走下去就是 其實大家和朋友玩的時候都會發現,久不久都會有一個挑戰者出來 這次教學主要就是想令挑戰者出得密一點,快一點 讓大家可以快點擁有所有角色 這一場就要認真玩,不可以死,大家都知道我們贏到挑戰者就會有新的鬥士 不過其實電腦的設定又不是太難打 我自己覺得 可以快一點擁有機會跟朋友一起玩遊戲都會開心,因為大家的選擇比較多 我和阿俊都玩了半小時,大約都是出到2-3個左右 所以就這樣真的慢慢玩都很辛苦 我現在拿了褲巴的能力,應該怎樣可以用到 OK 噴了火,它又燒我 卡比這個取得很棒,我很喜歡用 我獲得了一個新的角色,褲巴 這一刻我們就快要離開遊戲 之後又要再次進去 因為這遊戲的設定就是限制了10分鐘的時間 挑戰者才會出現 但是我們懂得再開遊戲這個動作 它的時間就會重設 所以我們再重複一次,進去大亂鬥之後 立即結束比賽 就會再有新的挑戰者 新的挑戰者 我自己曾經也有嘗試過出業不到挑戰者 可能大家去玩一下命運關卡 可能打幾關之後 挑戰者又會再次出現 但實質的原理就不太明白 所以大家遇上沒有挑戰者的情況就玩命運 好,這次教學到這裡 下次有新教學再見 謝謝 掰掰